120岁好福气的超级阿玛求道结缘新生 我虽然120岁,但是我祝道很勤劳,我的效率很高 既功活佛或善德明君叫我去哪里帮忙跟祝道 我跑得,走得比年轻的善魂还快 因为要努力祝道,才有功德求道 有一些小善魂好调皮,好可爱 他们说世间有所谓的魔法阿玛,他们都叫我是超级阿玛 的府听经所善魂礼诉求道结缘新生 入堂参寇皇母,参寇诸天仙佛,参寇寄功活佛 参寇南海古佛,参寇善德明君,参寇前人 各位点传师,再跟诸位闲士们问好 很抱歉,耽误你们回家的时间 因为我年纪很老了,需要有讲师扶着我 我虽然是一味的俯善魂,但是上天慈悲开恩 让我不用趴在地上,可以由天职人员讲师搀扶着 实在很感恩上天慈悲 我叫李肃,如果说出我的年纪 你们一定很惊讶,我活到120岁 虽然我活了很久,但是我会尽量简短说明我的身世 我是德辅善魂,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德辅三曹原人 我是江苏淮安人,我可以求到了,感谢上天慈悲 我自幼生长在小康家庭,上有一兄一姐 我跟兄姐自幼就懂事听话,孝顺乖巧 我小时候就有禅小教,禅足,就是所谓的三寸金莲 我十六岁于归夫家,夫家姓翁 十七岁就自愿持摘如素,终身供奉观世音菩萨 我生八个小孩都是儿子,因为我活得很久 所以我有六个孩子比我先早离开人世 我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可说是一个一世一家的妇道人家 我跟着礼之间从来不计较什么或征求什么 我一生只懂得礼让,帮助他人 我的好公婆都知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公婆对我特别疼爱,我都感受得出来 我经过公婆的允许,常以夫家名义布施米,财务 我在家中的厅堂设有一佛堂,我常常念经礼佛 我大伯,二伯的小孩渐渐长大,说我念经生会吵到他们 因为我们是个大家族,每一个也都独立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搬离了祖厕 我跟夫婿找到一个好的屋宅,大庭院,宅院,离我公婆住的地方很近 我每天都会到公婆家跟公婆请安问好 公婆也知道我的孝心,就叫我不需要这么多礼 只要初一,十五去看看他们两个老人家就好 因为我们已经独立搬出来了,所以在家中听堂设有佛堂 每天礼佛念经,我常帮助贫困的人家,也常做放生的善事 我没有女儿,但我有任养,收养五个医女,他们的父母都健在 我跟五个医女的父母亲都如同兄弟姐妹一家人一般 有一个医女出生后没几天差一点活不了 我看了心疼,就把她抱回家中养 过了一,两岁之后,再带她回亲生母的身边 有一个医女出家维尼,她把出家一半的功德回向给我 我好感动,其他四个医女都于归好人家 这是他们的好果报 我跟夫婿感情恩爱,兼额蝶情深,相近如冰 我们有良田顾电农,我们还帮助电农的小孩去读书习字 我们也有开布装,我都会布施物品,布料给修行人使用 做袈装来穿 我的儿子,媳妇,孙子,曾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孝顺我 每一年都会为我和夫婿做寿,会送一些贺礼,寿礼 我都把这些礼品收下来 如果是吃的,我都赶紧分给贫困的人家 如果是用的,穿的,我也一律都拿去救济贫困的人家 时事来到了清朝末年,大家的生活都很苦 感谢佛菩萨的保佑,祖得丰厚,让我们家人衣食无忧无虑 我是拜佛持斋如素之人,我看到受苦受难,贫病交迫的人 心里着实难过,所以将我所有的一切布施给他们 这也算是我做人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极限 在七十八岁的时候,我的人生遭遇了一个大的死结 有一天,我梦到观世音菩萨把我的肠胃从肚子里拿出来 洗了洗,梦醒之后,我感觉全身不对劲 看似没病,事急转直下,连续七天放血,大姐其臭无比 媳妇非常孝顺要帮我清理,但我怕带给媳妇麻烦,所以都自己清理 这时我已经病危了,我夫婿,儿媳,孙子各个都非常悲伤难过 我已经有好多天无法进食,大夫也束手无策,说白一点,就是可以准备棺材了 奇迹出现了 七天过后,我在很模糊的状态下,好像在梦境一般 亲眼看到观世音菩萨把我的肠胃又放进了肚子里 我醒来之后,神清气爽,在三天理食量大增 我的亲朋好友,儿孙各个都非常惊讶 大夫也嘖嘖称奇,不用七天,我整个人又活了过来 感谢观世音菩萨,我知道我的命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 让我又可以重生,我好感恩 我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要完全笑习观世音菩萨 但是我年纪大了,若是出家,恐怕带给师父们麻烦,负累 所以我就受三规五戒,成为在家女居士 自此之后,我的人生就是为服务众生,服务他人而活 我的儿媳,孙子非常孝顺我,有什么好的食物,物品都会拿给我 我舍不得吃,穿,用,都把这些好的食物,物品拿来供养师父 或布施给平病人家 我一生不穿华美的衣服,也没说别人的是非 不会东家长,西家短,也不会说三到四 圣贤说听其言,观其行,一个人的动机 意念是什么,咱们不知道,有时不能以他的行为来断好坏 善恶,他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们要去善解,去关怀,去帮忙他们 我告诉儿媳,孙子,咱们当好人,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 这是当人最基本要做的事 今天咱们做善事,做善人,说善话 更要做功德事,做佛菩萨教我们的事 在我九十八岁时,夫婿找我一步离开人间 我难过,悲伤,但是我知道夫婿不会下地狱 因为我夫婿为人善良,正直,忠厚老实 他帮助的人可多着,我们都是行善不遇人之的 在往后的日子里,念经,礼佛,助人,修行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在我一百二十岁的这一年,这一年是民国二十年 也就是我往生至今才离你们八十年的岁月而已 有一天,我最小的儿子从外地回来 告诉我,娘啊,我求道了,你要不要求道 我说,道是什么? 儿说,道就是上帝 我说,是不是基督教所说的上帝 这时中国已经有很多基督教徒在伯教 所以我知道上帝 儿说,观世音菩萨也在道里面啊 我说,真的吗? 儿说,在佛堂里有看到观世音菩萨 佛堂里有道,观世音菩萨在道里 我说,那赶快带我去求道儿说 那就要请点传师安排时间 当时大家都好忙碌 我也不好意思应是麻烦人家抽出时间来让我求道 我儿说他会请点赋师安排时间让我求道 我等啊,盼啊,就在要求道的前三天 我无疾而终我在世的时候没来得及求道 现在终于可以来求道 那就要请点传师安排时间 当时大家都好忙碌 我也不好意思应是麻烦人家抽出时间来让我求道 佛儿说他会请点传师安排时间让我求道 我等啊,盼啊,就在要求道的前三天 我无疾而终我在世的时候没来得及求道 现在终于可以来求道了 我死了之后,我儿哭得呼天抢的 垂胸顿足,悲伤透顶,难过至极 他怕我吓得抚去,没办法得救 点伯师询问之下,我儿才 点伯师询问之下,我儿才说我住生了 我儿哭得 我儿哭得好伤心 我儿非常孝顺 他的孝顺可是在当地出了名 后来我儿好福气 经过前人引进 点传师的介绍 竟然可以见到天然古佛 师尊大人 我儿见到天然古佛 西角贵的 求天然古佛救救我母 要如何救我母的灵性 天然古佛是大人听前人 点伯师说我是活到高龄 高寿一百二十岁往生 当时人生七十古来西 能活到一百二十岁是真正的人 瑞啊 天然古佛好慈悲 告诉我儿 你更伤心难过 你的娘亲往后会在三朝大开普度的时期 借着三才的肉身来显化报名 等待求到的机缘 我儿听了天然古佛是大人开金口 扣了好多个响头 我在此也要感谢 寇谢天然古佛慈悲开金口 让老父我这位的辅善魂可以借着我死了之后 我儿哭得呼天墙的 垂胸顿足 悲伤透顶 难过至极 他怕我下的腐去 没法得救 我儿非常孝顺 他的孝顺可是在当地出了名 三才的肉身来显化 说出我的姓名 等待时间求到 我儿自从求到之后 因为年纪大了 没时候顾之忧 可以算是已经舍身办到了 后来我儿为了保护前人 点传师 受了59天的牢狱之灾 装风卖傻之后得了异常病 才被放了出来 此事前人 点传师知道之后非常感动 但没多久 我儿就牺牲了 我儿无怨无悔啊 再讲回到我这里 我死之后 土地公来带我入的府 我拜见严君大人 严君大人查看我类似的功过 他非常慈悲 笑笑的对我说 李肃 你可以上升至气界 当气界修炼士或当土地婆 现在就有土地公带你上升至气界 听上天的发号 派令 我听了之后 成皇成孔 赶快扣响头说 严君大人慈悲 我在世所做的一切都是学习 南海古佛 观世音菩萨慈悲行为 我所做的一切为不足 到严君大人说我类是有修 我这一世有积下功德、福德、应德 所以的确有资格跟功德上至气界 我告诉严君大人 如果我到气界修炼不好 岂不是要入的府受刑罚 如果我当土地婆当不好 岂不是有罪过害了百姓 我求严君大人成全我 让我在的府修炼就好了 我真的无功无德啊 严君大人好为难 此时的藏古佛驾到 的藏古佛好慈悲 好庄严 我跪求的藏古佛慈悲 请成全善魂我的意愿 的藏古佛都知道 他对我微笑 也跟严君大人试了意 我好荣幸 好荣幸随着的藏古佛进入 听经所 这等的福气跟荣耀真是我 类似修来的 到了听经所 大家让出一条路 这是要恭迎的藏古佛的 因为我走在的藏古佛的后面 所以我沾光 走啊 走啊 走到最前面 怎么最前面的善魂都让位子 给我坐 也有天道弟子的祖先让给我坐 他们都修炼的太好了 我是一个心静的善魂 他们让位子给我坐 因为他们知道 其实我是有功德可以上升气界的 我真的不敢当啊 他们有修炼在先 他们的子孙也都做得很好 我们就在那边让来让去的藏古佛慈悲说 李肃 你还是坐下吧 恭敬也从命的我就坐了下来 开始听经修炼 后来的藏古佛慈悲次我住到令牌 我已经住到十四年 我前几年都在宝光组 发义崇德 心意单位 还有各祖先住到 后来的藏古佛慈悲 既恭活佛也慈悲 把我安排到南平研修院的天厨来住到 因为我是老人家 所以我就帮助所有天厨的菩萨跟老菩萨们 我有一个好朋友 你们知道是谁吗 就是我前几年都在各祖先住到 后来的藏古佛慈悲 既恭活佛慈悲 把我安排到南平研修院的天厨来住到 因为我是老人家 所以我就帮助所有天厨的菩萨跟老菩萨们 你们常说的一个叫帕安的阿玛 闽南语 我都在他的身边 当然不是只有一直在他的身边帮助他 保护他 我也是做了很多在住到时该做的事 我虽然一百二十岁 但是我住到很勤劳 我的孝很高 既恭活佛或善德明君叫我去哪里帮忙跟住到 我跑的 走的比年轻的善魂还快 因为要努力住到 才有功德求到 有一些小善魂好调皮 好可爱 他们说世间有所谓的魔法阿玛 他们都叫我是超级阿玛 我今天是领显化求道令牌入堂 三财典传师 圆人是否有有圆人 引保师在此 上天慈悲说我的儿在现场 三财典传师 就是前世有修道 顶结的那一位 是 他有利愿要来普渡三草 上天慈悲有命 说时机未到不能说 会执着 但是母子连心 三财典传师 儿子这世一样是干道 是我儿也牺牲奉献很多 三财典传师 是全圣全职人员 不是 他是一位堂主 而且也是位讲师 再清楚就泄露天机了 我们也是要遵命而行 能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 都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世人都比较会执着形象 你们今天就把我想成是气界修炼士 跟土地婆来的 或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奶奶 或是母亲来救度我吧 谢谢要引渡 救度我的引保师 上天慈悲叫我不要讲出我儿的名字 也是要让大家知道 轮回来到了这一世 大家都有善姻缘 都是借着人潮的援引天潮 地潮的援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的儿孝顺 有修 这一世也是一样 我相信母子连心你也知道要救度我的 因为有一些因素 上天慈悲说天机不可泄露 但我相信 儿啊 你的心是明白清楚的 各位贤士 在这里要说出我一段非常特殊的因果 我在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是哪里人呢 印度 我就是这么有福气遇到佛注释 当时我投胎转世为印度人 我是一位妇人 我远远看到佛祖从远处走来 我以最干净完整的碗 剩了一碗我用心煮的米饭 跪在佛陀的跟前 恭敬度成的以我的双手供养释迦牟尼佛 不失我这一碗为不足道的米饭 贤士可知道 供养佛的功德好大 好大 我竟然因为前程恭敬供养佛陀这一碗饭 可以十辈子修的正法善道 十辈子啊 如果我十辈子的每一辈子都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不是很长寿吗? 上天慈悲 要我讲出这一段类式因由 就是要告诉诸位贤士 供养佛 供养天人 还有住建道场 佛堂 就犹如帮助寄功活佛完成普度的大事 这功德好大 好大 希望贤士以我的例子做最好的借敬 这是最好的例子 我在世时常告诉我的儿孙 能不失事福气 因为我们富有 才有办法给人 如果我们贫穷 哪里来的财务做善事 我们能给别人什么呢? 谢谢贤士听我讲这一些浅言理语 老人家说不出个大道理来 以一些平常的道理来跟诸位贤士共同勉励 时间也晚了 我必须离堂 在我辞扣上天之前 请让我这个老迈的身子深深扣头 感恩上天慈悲 也谢谢你们愿意救度 引渡我 三彩点传师慈悲 希望大家跟元人结各善缘 相助元人一份功德 让元人可以早日登堂入世求道 百日修炼再来大家帮助道 在此祝福 恭喜元人 谢谢点传师慈悲为我美言 慈寇善得明君 慈寇前人和各位点传师 谢谢各位引宝师 谢谢各位贤士 我非常感恩今天有这样殊胜的因缘 是上天给予的 是普渡三朝赐予的 若是没有普渡三朝 我们何去何从 我们还要再轮回啊 很苦的 想不到我离开人是已经八十年的岁月 还可以感受得到同胞爱 我们都是同根生 感谢各位贤士相助 感谢尹宝师引渡 救度 我要随地藏古佛离堂了 再次谢谢点传师慈悲 我这个超级阿玛仙离堂了 谢谢各位尹宝师 谢谢各位贤士 万 云六小仙童词语 善魂怎么住道 有的善魂有机会在的府帮忙事物 有的善魂是帮忙的府将军 也有的是帮助先佛 有些小善魂还会扶住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善魂 因为他们行动比较缓慢 小善魂就会帮助老善魂 有的善魂在阳间住道的时候 他会在某个地方一直待着 如果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事件 他会暗报先佛 告诉过往的先佛 或是告诉其他的善魂 他们在一直连续的通告 达到先佛的地方 或是传达到 带他们出来住道的将军那里 让先佛还有将军知道 能赶快来处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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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